舔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边,总则 第一章,行政诉讼事件 第一条,行政诉讼以保障人民权益,确保国家行政权之合法行使,增进司法功能为宗旨 第二条,公法上之争议,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条,前条所称之行政诉讼,只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及几副诉讼 第三之一条,办理行政诉讼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亦为本法所称之行政法院 第四条,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机关之违法行政处分,认为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经依诉认法提起诉认而不服其决定,或提起诉认于三个月不为决定,或延长诉认决定期间于二个月不为决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销诉讼 逾越权限或滥用权利之行政处分,以为法论 宿愿人以外之利害关系人,认为第一项宿愿决定,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销诉讼 第五条,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机关对其依法申请之案件,与法令锁定期间内应作为而不作为,认为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损害者,经依诉认许后,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请求该机关因为行政处分或因为特定内容之行政处分之诉讼 第六条,确认行政处分无效及确认公法上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讼 非原告有即受确认判决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 其确认已执行而无回复原状可能之行政处分或已消灭之行政处分为违法之诉讼,一同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之诉讼,需以向原处分机关请求确认其无效未被允许,或经请求后于三十日内部为确达者,使得提起之 确认诉讼,于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销诉讼,客与义务诉讼或一般给付诉讼者,不得提起之 但确认行政处分无效之诉讼,不在此线 应提起撤销诉讼,客与义务诉讼,勿为提起确认行政处分无效之诉讼,其未经诉讼程序者,行政法院应已裁定将该事件移送于诉讼管辖机关,并以行政法院收受诉状之时,视为提起诉讼 第七条,提起行政诉讼,得于同一程序中,合并请求损害赔偿或其他财产上给付 第八条,人民与中央或地方机关间,因公法上缘因发生财产上之给付或请求做成行政处分以外之其他非财产上之给付,得提起给付诉讼 因公法上缘因公法上缘发生之给付,亦同 前向给付诉讼之裁判,以行政处分应否撤销为拒者,应于依第四条第一项或第三项提起撤销诉讼时,并为请求 原告未为请求者,审判长应告已得为请求 第九条,人民为维护公义,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 但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 第十条,选举罢免事件之争议,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一条,前二条诉讼依其性质,准用撤销,确认或给付诉讼有关之规定 第十二条,民事或刑事诉讼之裁判,以行政处分是否无效或违法为拒者,应依行政征送程序确定之 前向行政征送程序已经开始者,于其程序确定前,民事或刑事法院应停止其审判程序 第十二之一条,起诉时法院有受理诉讼权限者,不因诉送系数后四十级法律状态变更而受影响 诉讼系数于行政法院后,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件向其他不同审判权支法院更行起诉 第十二之二条,行政法院任其有受理诉讼权限而为裁判经确定者,其他法院受该裁判之基数 行政法院任其无受理诉讼权限者,应依职权已裁定将诉讼移送至有受理诉讼权限之管辖法院 诉法院有管辖权而原告有指定者,移送至指定之法院 移送之裁定确定时,受移送之法院任其义无受理诉讼权限者,应已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并申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 受移送至有受理诉讼权限者,应再行移送至有受理诉讼权限之法院 当事人就行政法院有无受理诉讼权限有争执者,行政法院因先为裁定 前项裁定,得为抗告 行政法院为第二项及第五项之裁定前,应先侦询当事人之意见 第十二之三条,移送诉讼前如有急迫情形,行政法院应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为必要之处分 移送诉讼之裁定确定时,是为该诉讼自使及系属于受移送之法院 前项情形,行政法院书即官应诉将裁定证本附入卷宗,送交受移送之法院 第十二之四条,行政法院将诉讼移送至其他法院者,依受移送法院应适用之诉送法定其诉送费用之征收 移送前所生之诉讼移送费用是为受移送法院诉讼费用之一部分 应行征收之诉讼费用,行政法院未加征收,征收不足额或议收者,受移送法院应补行征收或退还议收部分 第十二之五条,其他法院将诉讼移送至行政法院者,依本法定其诉送费用之征收 移送前所生之诉讼费用是为行政法院诉讼费用之一部分 应行征收之诉讼费用,其他法院未加征收,征收不足额或议收者,行政法院应补行征收或退还议收部分 第二章,行政法院 第一节,管辖 第十三条,对于公法人之诉讼,由其公务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辖 其以公法人之机关为被告时,由该机关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辖 对于司法人或其他得为诉讼当事人之团体之诉讼,尤其主事务所或主营业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辖 对于外国法人或其他得为诉讼当事人之团体之诉讼,尤其在中华民国之主事务所或主营业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辖 第十四条,前条以外之诉讼,由被告驻所地之行政法院管辖 其驻所地之行政法院不能行使职权者,由其居所地之行政法院管辖 被告在中华民国现无住所或住所不明者,以其在中华民国之居所,视为其住所,无居所或居所不明者,以其在中华民国最后之住所,视为其住所,无最后住所者,以中央政府所在地,视为其最后住所地 诉讼四十发生于被告居所地者,得由其居所地之行政法院管辖 第十五条,因不动产甄收,甄用或拨用之诉讼,专属不动产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辖 除前向情形外,其他有关不动产之公法上权利或法律关系涉送者,得由不动产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辖 第十五之一条,关于公务原职务关系之诉讼,得由公务原职务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辖 第十五之二条,因公法上知保险事件涉送者,得由为原告之被保险人,受益人之住居所地或被保险人从失职业活动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辖 前向诉讼事件于投保单位为原告时,得由其主事务所或主营业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辖 第十六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接上级行政法院应依当事人之申请或受诉行政法院之请求,指定管辖 一,有管辖权之行政法院因法律或私事不能刑审判权者 二,因管辖区域境界不明,只不能辨别有管辖权之行政法院者 三,因特别情形由有管辖权之行政法院审判,恐影响公安或难其公平者 前向声请得向受诉行政法院或直接上级行政法院为之 第十七条,定行政法院之管辖以起诉实为准 第十八条,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于本节准用之 第二节,法官之回避 第十九条,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自行回避,不得执行职务 一,有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至第六款情形之一 二,承在中央或地方机关参与该诉讼事件之行政处分或诉愿决定 三,承担与该诉讼事件相牵涉之民刑事裁判 四,承担与该诉讼事件相牵涉之公务员惩戒事件一决 五,承担与该诉讼事件之前审裁判 六,承担与该诉讼事件再审前之裁判 但其回必以一次为限 第二十条,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于本节准用之 第二十一条,前二条规定于行政法院之司法事务官,书记官及通议准用之 第三章,当事人 第一节,当事人能力及诉讼能力 第二十二条,自然人,法人,中央及地方机关,非法人之团体,有当事人能力 第二十三条,诉讼当事人未原告,被告及一第四十一条与第四十二条参加诉讼之人 第二十四条,经诉讼程序之行政诉讼,其被告为下列机关 一,驳回诉讼时支援处分机关 二,撤销或变根源处分时,为撤销或变根之机关 第二十五条,人民与受委托行使公权力之团体或个人,因受托事件设送者,以受托之团体或个人为被告 第二十六条,被告机关经裁撤或改组者,以承受其业务之机关为被告机关,无承受其业务之机关者,以其直接上级机关为被告机关 第二十七条,能独立以法律行为负义务者,有诉讼能力 法人,中央及地方机关,非法人之团体,应由其代表人或管理人为诉讼行为 前项规定于依法令得为诉讼上行为之代理人准用之 第二十八条,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至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一条之规定,于本节准用之 第二节,选定当事人 第二十九条,多数有共同利益之人得由其中选定一人至五人为全体起诉或被诉 诉讼标的对于多数有共同利益之人,必须合一确定而位为前项选定者,行政法愿得献其命为选定,于其未选定者 行政法愿得依职权指定之 诉讼系属后经选定或指定当事人者,其他当事人脱离诉讼 第三十条,多数有共同利益之人于选定当事人或由行政法愿依职权指定当事人后,得经全体当事人之同意更换或增减之 行政法愿依前条第二项指定之当事人,如有必要,得依职权更换或增减之 依前两项规定更换或增减者,原被选定或指定之当事人丧失其资格 第三十一条,被选定或被指定之人中有因死亡或其他事由丧失其资格者,他被选定或被指定之人得为全体为诉讼行为 第三十二条,第二十九条及第三十条诉讼当事人之选定,指定及其更换,增减应通知他造当事人 第三十三条,被选定人非得全体之同意,不得为舍弃,认诺,撤回或和解 但诉讼标的对于多数有共同利益之个人非必须合一确定,经原选定人之同意,就其诉之一部为撤回或和解者,不在此线 第三十四条,诉讼当事人之选定及其更换,增减,应以文书证之 第三十五条,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于其章程所定目的范围内,由多数有共同利益之社员,就一定之法律关系,受与诉讼实施权者,得为公共利益提起诉讼 前项规定于以公益为目的之非法人之团体准用之 前二项诉讼实施权之授予,应以文书证之 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于第一项支社团法人或第二项之非法人之团体,准用之 第三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于本节准用之 第三节,共同诉讼 第三十七条,二人以上于下列各款情形,得为共同诉讼人,一同起诉或一同备诉 一,回诉宋标的之行政处分系二以上机关共同为之者 二,回诉宋标的之权利,义务或法律上利益,为其所共同者 三,回诉宋标的之权利,义务或法律上利益,于四十上或法律上有同一或同种类之原因者 依前向第三款同种类之四十上或法律上原因行共同诉讼者,以被告之住居所,公务所,机关,主事务所或主营业所所在地在同一行政法院管辖区域内者为限 第三十八条,共同诉讼中,义人之行为或他造对于共同诉讼人中义人之行为及关于其义人所生之事项,除别有规定外,其利害不及于他共同诉讼者 第三十九条,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之个人,必须合一确定者,适用下列各款之规定 一,共同诉讼人中义人之行为有利益于共同诉讼人者,其效力及于全体,不利益者,对于全体不生效力 二,他造对于共同诉讼人中义人之行为,其效力及于全体 三,共同诉讼人中义人,生有诉讼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原因者,其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之效力及于全体 第四十条,共同诉讼人各有续行诉讼之权 行政法院指定其日者,应通知各共同诉讼人到场 第四节,诉讼参加 第四十一条,诉讼标的对于第三人及当事人遗造必须合一确定者,行政法院应已才定命该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四十二条,行政法院认为撤销诉讼之结果,第三人之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将受损害者,得依职权命其独立参加诉讼,并得应该第三人之申请,裁定允许其参加 前项参加,准用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 参加人并得提出独立之攻击或防御方法 前二项规定,与其他诉讼准用之 诉讼人已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销诉讼,利害关系人就同一事件再刑起诉者,视为第一项之参加 第四十三条,第三人依前条规定申请参加诉讼者,应向本诉讼系署之行政法院提出参加书状,表明下列各款事项 一,本诉讼及当事人 二,参加人之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撤销诉讼之结果将受如何之损害 三,参加诉讼之陈诉 行政法院任前项申请不合前条规定者,应已裁定驳回之 关于前项裁定,得为抗告 驳回参加之裁定未确定前,参加人得为诉讼行为 第四十四条,行政法院任其他行政机关有辅助遗造之必要者,得命其参加诉讼 前项行政机关或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亦得申请参加 第四十五条,命参加之裁定应记载诉讼程度及命参加理由,送达于诉讼当事人 行政法院为前项裁定前,应命当事人或第三人以书状或言辞为陈诉 对于命参加诉讼之裁定,不得声名不符 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一条之参加诉讼,准用第三十九条之规定 第四十七条,判决对于经行政法院依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规定,才定命其参加或许其参加而畏为参加者,亦有效力 第四十八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至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至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于第四十四条之参加诉讼准用之 第五节,诉讼代理人及辅佐人 第四十九条,当事人得委任代理人为诉讼行为 但每一当事人委任之诉讼代理人不得于三人 行政诉讼应以律师为诉讼代理人 非律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得为诉讼代理人 一,税务行政实践,具备会计师资格 二,专利行政实践,具备专利师资格或依法得为专利代理人 三,当事人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机关,公法上知非法人团体时,其所属专任人员办理法制、法务、诉讼业务或与诉讼事件相关业务 四,交通裁决事件,原告为自然人时,其配偶,三轻等内之血轻或二轻等内之阴轻,原告为法人或非法人团体时,其所属人员办理与诉讼事件相关业务 委任前项之非律师为诉讼代理人者,应得审判长许可 第二项之非律师为诉讼代理人,审判长许其为本案诉讼行为者,视为已有前项之许可 前二项之许可,审判长得随时已裁定撤销之,并应送达于为诉讼委任之人 诉讼代理人委任副代理人者,不得于一人 前四项之规定,于副代理人适用之 第五十条,诉讼代理人应于最初为诉讼行为时提出委任书 但由当事人已言辞委任经行政法院书记官记名笔录者,不在此线 第五十一条,诉讼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有为一切诉讼行为之权 但舍弃,认诺,撤回,和解,提起反诉,上诉或在审之诉及选任代理人,非受特别委任不得为之 关于强制执行之行为或领区所征误,准用前项但书之规定 如于第一项之代理权加以限制者,应于前条之委任书或笔录内表明 第五十二条,诉讼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单独代理当事人 违反前项之规定而为委任者,仍得单独代理之 第五十三条,诉讼代理全部因本人死亡,破产或诉讼能力丧失而消灭 法定代理有变更或机关精裁撤,改组者,一同 第五十四条,诉讼委任之终止,应以书状提出于行政法院,由行政法院送达于他造 由诉讼代理人终止委任者,自为终止之意思表示之日起十五日内,仍因为防卫本人权力所必要之行为 第五十五条,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之许可,得于其日协同辅佐人到场 但人数不得于二人 审判长认为必要时亦得命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协同辅佐人到场 前二项之辅佐人,审判长认为不是当时,得撤销其许可或禁止其续为诉讼行为 第五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五条及第七十七条之规定,于本节准用之 第四章,诉讼程序 第一节,当事人书状 第五十七条,当事人书状,除别有规定外,应记载下列各款事项 一,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明文件字号,职业集住所或居所,当事人违法人,机关或其他团体者,其名称集所在地,事务所或营业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者,其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明文件字号,职业,住所或居所,及其与法人,机关或团体之关系 三,有诉讼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明文件字号,职业,住所或居所 四,应为之声明 五四时上级法律上知陈诉 六,公证明或市明用之证据 七,附属文件及其建署 八,行政法院 九,年,月,日 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法定代理人,代表人,管理人或诉讼代理人应于书状内签名或盖章,其以指印代签名者,应由他人代书姓名,记名其事由并签名 第五十九条 民事诉讼法第116条第三项 第118条至第121条之规定 于本节准用之 第六十条 于言词辩论外 关于诉讼所为之声明或陈诉 除以本法应用书状者外 得于行政法院书记官前以言词为之 前项情形 行政法院书记官应做笔录 并于笔录内签名 前项笔录准用第五十七条及民事诉讼法第118条至第120条之规定 第二节 宋辩 第六十一条 宋辩除别有规定外 由行政法院书记官依职权为之 第六十二条 宋辩由行政法院书记官交职达员或有务机构行之 由油务机构行送达者 以油务人员为送达人 其实施办法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 第六十三条 行政法院得向送达地之地方法院为送达之主托 第六十四条 对于无诉讼能力人为送达者 应向其全体法定代理人为之 但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 如其中有应为送达出所不明者 送达得仅向其余之法定代理人为之 对于法人 中央及地方机关或非法人之团体为送达者 应向其代表人或管理人为之 代表人或管理人有二人以上者 送达得仅向其中一人为之 无诉讼能力人为诉讼行为 未向行政法院臣名其法定代理人者 于补正前 行政法院得向该无诉讼能力人为送达 第六十五条 对于在中华民国有事务所或营业所之外 国法人或团体为送达者 应向其在中华民国之代表人或管理人为之 前向代表人或管理人有二人以上者 送达得仅向其中一人为之 第六十六条 诉讼代理人除受送达之权限受有限制者外 送达应向该代理人为之 但审判长认为必要时 得命送达于当事人本人 第六十七条 当事人或代理人经指定送达代收人 向受塑行政法院臣名者 应向该代收人为送达 但审判长认为必要时 得命送达于当事人本人 第六十八条 送达代收人经指定臣名后 其效力及于同地之各即行政法院 但该当事人或代理人别有臣名者 不在此线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或代理人于中华民国无住居所 事务所及营业所者 应指定送达代收人 向受塑行政法院臣名 第七十条 当事人或代理人为依前条规定 指定送达代收人者 行政法院得将应送达之文书 交付邮务机构以挂号发送 第七十一条 送达于应受送达人之住居所 事务所或营业所行之 但在他处会勿应受送达人时 得于会勿处所行之 对于法人 机关 非法人之团体之代表人或管理人为送达者 应向其事务所 营业所或机关所在地行之 但必要时亦得于会勿之处所 或其住居所行之 应受送达人有就业处所者 亦得向该处所为送达 第七十二条 送达于住居所 事务所 营业所或机关所在地 不或会勿应受送达人者 得将文书付于有辨别 势力能力之同居人 受雇人或愿代为收受 而居住于同一住宅之主人 前条锁定送达处所知 接收邮件人员 视为前向之同居人或受雇人 如同居人 受雇人 居住于同一住宅之主人 或接收邮件人员为他造当事人者 不是用前二项之规定 第七十三条 送达不能依前二条规定为之者 得将文书寄存于送达地之自治或警察机关 并作送达通知书二份 一份粘贴于应受送达人住居所 事务所或营业所门首 一份交由邻居转交 或置于应受送达人之信箱 或其他时当之出所 以为送达 前项情形 如系以游物人员为送达人者 得将文书寄存于附近之游物机构 寄存送达 自寄存之日起 经时日发生效力 寄存之文书自寄存之日起 寄存机关或机构应保存三个月 第七十四条 应受送达人拒绝收领而无法律上理由者 应将文书置于送达出所 以为送达 前项情形 如有难达留置情诗者 准用前条之规定 第七十五条 送达 除由游物机构行之者外 非经审判长或受命法官 受托法官或送达地地方法院法官之许可 不得于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或日出前 日末后为之 但应受送达人不拒绝收领者 不在此线 前项许可 书记官应于送达之文书内记名 第七十六条 行政法院书记官于法院内将文书赋予应受送达人者 应命受送达人提出收据复卷 第七十七条 于外国或境外为送达者 应嘱托该国管辖机关或住在该国之中华民国使领馆或其他机构 团体为之 不能依前项之规定为嘱托送达者 得将应送达之文书交由物机构以双卦号发送 以为送达 第七十八条 对于住在外国之中华民国大使 公使 领事或其他住外人员为送达者 应嘱托外交部为之 第七十九条 对于在军队或军舰服役之军人为送达者 应嘱托该管军事机关或长官为之 第八十条 对于在监所人为送达者 应嘱托该监所长官为之 第八十一条 行政法院对于当事人之送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一申请或一职权为公式送达 一 应为送达之出所不明 二 于有至外法全人住居所或事物所为送达而无效 三 于外国为送达 不能依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办理或预知 虽依该条规定办理而无效 第八十二条 公使送达 自将公告或通知书粘贴排施处之日起 其登载公报或新闻之者 自最后登载之日起 经二十日发生效力 于依前条第三款为公式送达者 经六十日发生效力 但对同一当事人仍为公式送达者 自粘贴排施处之一日起发生效力 第八十三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第一百三十一条 第一百三十五条 第一百四十一条 第一百四十二条 第一百四十四条 第一百四十八条 第一百五十一条 第一百五十三条 及第一百五十三条之一之规定 于本节准用之 第三节 其日及其间 第八十四条 其日 除别有规定外 由审判长依职权定之 其日 除有不得已知情形外 不得于兴其日或其他休息日定之 第八十五条 审判长定其日后 行政法院书即官应做通知书 送达于诉讼关系人 但经审判长面告已锁定之 其日命祈祷场 获诉宋官系人成 以书状臣名界祈祷场者 与宋达有同意之效力 第八十六条 其日应为之行为 于行政法院内为之 但在行政法院内 不能为或为之 而不是当者 不在此县 第八十七条 其日 以朗读案由为始 其日 如有重大理由 得变更或延展之 变更或延展其日 除别有规定外 由审判长才定之 第八十八条 其间 处法定者外 由行政法院或审判长 卓亮情形定之 行政法院或审判长 锁定期间 自送达定期间之文书时 起算 无庸送达者 自宣时定期间之裁判时 起算 其间之计算 依民法之规定 第八十九条 当事人不在行政法院 所在地住居者 计算法定期间 应扣除其在图之期间 但有诉论代理人 住居行政法院所在地 得为期间内 因为之诉讼行为者 不在此限 前项应扣除之在图期间 由司法院定之 第九十条 其间 如有重大理由 得伸长或缩短之 但不便其间不在此限 伸长或缩短期间 由行政法院裁定 但其间 细审判长所定者 由审判长裁定 第九十一条 因天灾或其他 不应规则于己之 是由 致持物不便其间者 于其原因消灭后 一个月内 如该不便其间 少于一个月者 于相等之日数内 得申请回复原状 前项其间不得 伸长或缩短之 持物不便其间 已于一年者 不得申请回复原状 持物第106条 知其诉其间 已于三年者 一同 第一项之声 请应以书状为之 并是明持物其间 之原因 及其消灭时期 第九十二条 因持物上诉或抗告 其间而申请回复原状者 向为裁判之 原刑政法院为之 持物其他其间者 向管辖该其间内 因为之诉讼行为 之行政法院为之 申请回复原状 应同时 补行其间内 因为之诉讼行为 第九十三条 回复原状之申请 由受申请之行 行政法院 与补行之诉讼行为 合并裁判之 但原刑政法院任其 申请应行许可 而将上诉或抗告事件 送交上级行政法院者 应由上级行政法院 合并裁判 应回复原状 而变根源裁判者 准用第282条 之规定 第九十四条 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 关于其所为之行为 得定其日及其间 第八十四条 至第八十七条 第八十八条 第一项 第二项及第九十条 之规定 于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 定其日及其间者 准用之 第四节 诉讼卷宗 第九十五条 当事人书状 笔录 裁判书及其他 关于诉讼事件之文书 行政法院应保存者 应由行政法院书记 官编为卷宗 卷宗灭失事件之处理 准用民刑事诉讼 卷宗灭失案件 处理法之规定 第九十六条 当事人得向行政法院书记 官申请阅览 抄录 影印或摄影卷内文书 或预纳费用 请求赋予善本 印本或结本 第三人 经当事人同意或是名 有法律上之利害关系 而为前项之申请者 应经行政法院裁定许可 当事人 诉讼代理人 第四十四条 之参加人 及其他经许可知 第三人之月卷规则 由司法院定之 第九十七条 裁判草案 及其准备或评议文件 除法律别有规定外 不得交当事人 或第三人阅览 抄录 影印或摄影 或付语善本 影本或结本 裁判书在宣誓 或公告前 或未经法官签名者 一同 第五节 诉讼费用 第九十八条 诉讼费用 指裁判费 及其他进行诉 送之必要费用 由拜诉之当事人负担 但为第198条 之判决时 由被告负担 起诉 案件征收裁判费 新台币4000元 试用简易诉讼 程序之事件 征收裁判费 新台币2000元 第九十八之一条 以疑诉主张 数项标的 或为诉之变根 追加或提起反诉者 不令征收裁判费 第九十八之二条 上诉 依第九十八条 第二项规定 加真裁判费 两分之一 发回或发交 更审再行上诉 或依第257条 第二项为移送 经判决后 再行上诉者 免真裁判费 第九十八之三条 再审之诉 按起诉法院之审计 依第九十八条第二项 及前条第一项 规定 征收裁判费 对于确定之裁 定申请再审者 征收裁判费 新台币1000元 第九十八之五条 申请或声明 不申收裁判费 但下列申请 申收裁判费 新台币1000元 1. 申请参加诉讼 或驳回参加 2. 申请回复原状 3. 申请停止执行 或撤销停止执行 之裁定 4. 起诉前申请证据保权 5. 申请重新审理 6. 申请假扣押 假处分或撤销假扣押 假处分之裁定 第九十八之六条 下列费用之征收 处法律另有规定外 其项目及标准 由司法院定之 1. 影印费 摄影费 抄录费 翻译费 运送费 及登载公报新闻纸费 2. 证人及通议之日费 屡费 3. 鉴定人之日费 屡费 报酬及鉴定所需费用 4. 其他进行诉讼 及强制执行之必要费用 邮电送达费及行政法院人员于法院外为诉送行为之时 诉 交通费 不令征收 第九十八之七条 交通裁决事件之裁判费 第二编第三章别有规定者 从其规定 第九十九条 因可规则于参加人之室友至生无益之费用者 行政法院得命该参加人负担其全部或一部 1. 第四十四条 参加诉讼所生之费用 由参加人负担 但他造当事人1. 第九十八条 第一项基准用民事诉讼法 第七十九条至第八十四条 规定应负担之诉讼费用 仍由该当事人负担 第一百条 裁判费除法律别有规定外 当事人应预纳之 其未预纳者 审判长应定其命当事人缴纳 于其未纳者 行政法院应驳回其诉 上诉 抗告 再审或其他申请 进行诉讼之必要费用 审判长得定其命当事人预纳 于其未纳者 由国库垫覆 并于判决确定后 依职权裁定 向应付单诉诉讼费用之人 申收之 前向裁定得位置行名义 第101条 当事人无资历支出诉讼费用者 行政法院应依申请 以裁定准与诉讼救助 但显无胜诉之望者 不在此线 第102条 申请诉讼救助 应向受诉讼政法院为之 申请人无资历支出诉讼费用之 是由应市民之 前向市民 得由受诉讼政法院管辖区域内 有资历支人出具保证书代之 前向保证书内 应采明据保证书人 于申请诉讼救助人 负担诉讼费用时 代缴赞免支费用 第103条 准与诉讼救助者 暂行免付诉讼费用 第104条 民事诉讼法第77条-26 第79条-第85条 第87条-第94条 第95条 第96条-第106条 第108条 第109条之一 第111条-第113条 第114条第一项及第115条之规定 于本节准用之 第158条-第193条-3条-3品 第 измен计判可不证明